788 012-001-194-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 经翻 结缘品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发育 就在大波念翻经上说 释迦摩尼佛 在学三秀苦恨的时候 那么天的人 天上的人 看这个大寺 修这个苦秀 修苦恨的 大家知道了就吃苦啊 吃苦 以吃苦为修行 那第四天的天王 画现一个罗茶鬼 来试探 释迦摩尼佛 那么怎么 斯坦达 给他说半个祭子 住行无常 是生命法 应该还有下两句话 不跟他说 那这修苦恨的 雪三这个修苦恨的人 听了这罗茶鬼呀 所说这半句话呀 住行无常 是生命法 很高兴 非常欢喜 生大了欢喜 他这么说完了 要求这个罗茶 把下半句也说了 罗茶不肯 不肯说 那么雪三大四 在雪三修苦恨的人 就求他说 求他说 罗茶就跟破了门说了 说说你比智慧呀 很大 但是你自耐身心 耐你的身体 耐你的心 你让我跟你说 现在我很苦啊 我乐得很苦 罗茶鬼呀 乐得很苦 罗茶鬼吃人的 吃血的 假设你要说下半句 可以呀 你把你的身上的血 给我当饮料 我喝了 把你身上的药 给我吃了 我再跟你说 那下半句 那雪三纳斯维求法 说好啊 我把我身上的血给你 喝了 我身上就给你吃 但是你把半句说完了 我才给你呀 那我血给你了 你喝了 肉吃了 我还闻什么了 你先把半句说完了 下半句 你说完了 我就供养给你 罗茶鬼就说了 生灭灭乙 寂灭为乐 这本来大家都会都知道这个祭祀的 人人都会说 人家行为呀 都是无常法 祝贺无常 为什么呢 是生灭法 生灭灭完了 可就寂灭了 寂灭为乐 婆罗曼这个雪三大四 下半句听完了 满足了 生大欢喜 大欢喜 说好了 那我修就 把我这个身体 就供养给你了 那就享受吧 罗茶鬼是第四天化现的 不是真罗茶鬼 这个 这个罗茶 就是第四天化现的 听见这个雪三大师供养他 身体全供养他 他也很感动 他本来是视线的 怎么够养他 雪三大师说 我呀 到了高高的山上 我跳下来 这时候 你就喝我的血 吃我的肉 在这个大师 到了高山往前一跳 罗茶不是罗茶 倒立天王 他跳的当中 倒立天王恢复了 本来面目 恢复第四天的 天人的面目 就把他接到了 说我试探你呀 违法妄神 那么 这个 第四天化现的罗茶鬼 那十家莫迪佛的 因地当中 修道的时候 佛说他的因缘 为了求一句法 就把身体全供养给他 又说一个故散 在无量劫前 无量劫 无量劫 那时候 十家莫迪佛呢 是个又穷 很困难 穷困潦倒 就是啊 当这佛出世 这个穷苦人 看见呢 人家都去供养 去求法 他贫穷 没有钱 没法供养 怎么办呢 他想一个办法 卖他自己的身 卖了身 来挣了这个钱 卖身的钱 去供养佛 那在这个世间 有一个病人 病人 这个病人呢 医生跟他说 说每天 你要吃人肉三两 那你这个病啊 就会好了 那穷人呢 这穷人跟那个病人 两个商量 说我把我肉卖给你 但是你先要给我钱 完了我每天 卖肉给你吃 你在吃我的肉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病人问他 说我要卖我的肉啊 换来的钱 去供佛 供了佛 求佛说法 然后我每天 把我身上的肉 割给你吃 这穷人跟那病人呢 那样就定等合腰了 说好了 那么因此这个 病人呢 就付钱 给这个穷人 那穷人就供养佛 到那去闻法 闻法 我落法之后啊 都心里非常的欢喜 欢喜到什么程度呢 每天的隔三两肉 给这个病人吃 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的干脚 这个病人呢 这个病人呢 每天吃他的三两肉 把病吃好了 这个穷人每天割药的时候 就念佛所说的法 念佛所说的一个记忆 他隔肉上 没干脚痛苦 好像不是隔他身上似的 法闻完了 生大欢喜 身上的肉啊 平伏了 跟妹隔一样的 就是为半句而舍身 就这么一个 为半句舍身一个故事 为文法 卖身上的肉 这都是佛 释迦摩尼佛的故事 因地的故事啊 没有成佛之前 修道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是这么修道的 这是为穷人 但是释迦摩尼佛很穷 因地了 那释迦摩尼佛有时候做果王 果王 他很厌恶 不愿意当果王 没有什么好处 做果王没什么好处 他发心呢 想求文魔法 大概也是末法时间吧 没有佛法 他发心 想求文佛法 那遇到一个婆罗门 婆罗门说 我有佛法 假使国王 你要问我的佛法 那你得供养 国王问他怎么供养呢 说把你身体 挖一千个洞 每一个洞里头 点上一盏灯 挖洞啊 倒上油 点上一盏灯 来供养佛 来供养佛 要能够这样做 我就跟你说法 那国王 听了婆罗门 跟他这样说 他说好啊 我跟你定合药 我要文法 舍我的生命 但是现在呢 我国家的事情 还没处理完 你等我几天 我把国家事情处理完了 我再把我身上 挖一千个洞 点一千盏灯 我这国王把国家 事情处理完了 来跟这个婆罗门 满住院的时候 这个国王就把他身体 挖一千个洞 点一千人洞 要文法 那就叫他左右人 把油准备好 我来把身上弯一个洞 点上灯 我来跟婆罗门说 他说 你得先说法呀 我一点上灯 就不我烧死了 我听不断法了 你先跟我说法 我后头 我一定跟你满你的愿 我要点灯 那破了门就给国王说法 那国王就发大愿 我为求法舍生命 因为我要求法舍我的生命 愿我文法之后 能够成就道业 早成道业 我一千人灯身上 一灯一光明 我这个光明啊 图照一些众生 一次对国王就发心 挖一千人灯 我来破了门问国王 说你后悔不后悔呀 东说不后悔 说不后悔 怎么来证明啊 国王说 如果我没有毁心 让我身体平复入固 国王这么一说 他身体平复入固了 这破了门 还是天王化现的 这都是贤悦约人经啊 人经有时候故事很多 大家也想 听故事的话 我自己看看贤悦约人经 这种事是贤呢 是欲呀 贤就代表有志 这三个故事 我也要听佛 听余计佛法 我现在呢 我要听半计 可以设神明 供给罗刹鬼的血和肉 我说这个法 咱们赶脚着 咱们能做吗 我一千人呢 要那点一咱能供佛 你也不干呢 那多痛啊 但是这都是实践摩迪佛故事 实践摩迪佛跟着金刚 帐佛说 我这样的勤苦 不舍生命的 求佛法 在三成法子中 乃至求的一个诵 乃至半句 我都生大欢喜呀 宁舍神明 恭敬受诵 我是这样修行的 从来没有废 不是一天两天 经过无量节 那这些个苦行啊 修行的方式 难行的 很难一本众生 很难做得到 我都做了 我才正得究竟无上治国 今儿求佛法呢 还是为了难以一些众生 利益难乐有情 我给这一些众生说 玄式的三成佛法 以这个道理 不应毁谤 仗寂淫墨 下则一送 哪个要对佛法 仗寂淫墨 乃至一送 功德是大 业障业身 应该常应 恭敬 读诵 听闻 监牢 正愿 求证 求证 这菩提自国 善男子 佛就 说到这儿 佛又跟金刚丈 菩萨说了 如是三成的 初遥正房 一切过去 未来 现在 三色 过 勤去撒的祝福 同说 说过去呀 恒河撒那么多祝福 都是这样说的 不是我 不是我 释迦摩尼 是这样说的 大为神 共所护辞的 所有这些佛法 是无量祝福 共同护辞的 有法 才能度重生 是为了救急重生 生死的苦难 生死的大恐 同时呢 惟欲 法在 就是少龙三宝的 种性 不断绝 是佛法生 三宝这个种子 永远不会断绝 因此 世故与三成法 应普信件 不是信哪一个 灭哪一个 应该普遍的 三成法 浮现的 身信 恭敬 供养 不要毁谤 不要脏臂 不要淫没 假设要 放回三成法的 或淫没三成法的 乃至一算 淫没一计子 决定当作无间的 不生就降 中间不会停留的 圣的厨师乐 有善根有义 叫有义法 没有善根所义的 就叫无义法 说不但我实践摩尼 这样说 过去 现在 未来 横河 撒这么多是佛 都如是说 无量诸佛 同护此三成法 佛佛 道同 佛说的法 就是离苦得乐的 佛是三男子 佛有对金刚丈母说 因为金刚丈母的 有怀疑呀 问佛呀 佛都是对他说的 这一段都是对他说的 说未来的时候 未来是 就是这个佛国道 我这个佛国道 有些个查得利 詹特罗 那王 婆罗门 詹特罗 那 那婆罗门 婆罗门在印度 是一个种姓啊 等于我们中国儒教 那个意思啊 现在还在的 现在这印度的 还是种姓很阳格呢 托罗门种姓 宰官 詹特罗 国人类都是那的 居士也是那的 詹特罗 撒门出家人 詹特罗 长者詹特罗 法舍詹特罗 徐大罗 詹特罗 男女 残取 欲 慈 所有的一切 都是 恶性的 恶性的 不论男女 残取 欲慈 明明明明明明的智慧 还以为自己是聪明 这叫慢 这是能梦更高啊 咱们经常说的 好行杀身 杀业很重 不信英国 不信英国 所以就协贱了 这都奸贪 为灯被散有 亲戚那有 飞速三成 贤圣法 说这一切的人 小成也没有吗 中成也没有 大成更没有了 不是贤人 不是圣人 不是法界 怀少听息 声闻成法 多少听一点 小成法 那么 便与佛所共乎时的 独觉成 无上场 毁谤 毁谤毁制 隐没 不令流通 这不令流通 哪王才有这种本事 下个命令 他的国界 不让流通这些法 刚听到一点 声闻成法 对佛的丧成法 不停学习 毁灭 诽谤 或者是 听了一点 读解成法 因缘法 十二因缘法 便于 祝福共乎时的 声闻法 无上场法 毁谤 不许流通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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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无上称法很少啊 少喜啊 诸佛所供护持的 生文法 独教称法 诽谤毁自 障蔽 隐磨 不能留步 就是三称法 信一点点这个法 就毁灭其他的法 这种末法的现象非常严重 一个庙里头 就是同一个寺庙里头 如果是学戒律的 毁谤学花言的 学花言的毁谤念佛 毁谤念佛的 这么普世这种现象还没有 我当小和尚是 刚在学堂学 那叫学堂 没有佛学院 经常的跟禅堂 学堂跟禅堂买上 跟念佛堂的很少争执 跟禅堂的争执就大了 大了 这种现象是末法 我那时候感觉着不大舒服 我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连这种现象都没有了 有争执吗 就是说那个住的人很多吗 现在好多寺庙 没有很多什么这个堂 那个堂的没有了 庙的通通就是几个和尚 人这根本就少 啊 不过也没有学也没有禅堂了 争执不起来了 对 或者求名利 昨门追求名利了 争执是说 说什么呢 我是大成 有大成党 这个经可是两三千年前面了 那时候党 党同法义 可不是现在到时候都是党 在那时候很新鲜 佛说这个法的时候 是两三千年前的了 那么的 学大成的 就 放回忠诚 放回独觉 圆诀 放回声闻 就不喜欢 声闻独觉成法 也不跟二成人网还 不乐亲近学二成的人 诈成大成人 诈是欺诈的诈 不是真正的大成人 真正大成人不会毁谤 假大成人就是欺诈的 因为他自己遇词 闹漫 这种势力的驱使 毁谤 隐蔽 三成正法 因为这些 那罗刹王 那的官吏 他有力量啊 你使你这法 不能流通 争嫌嫉妒 修学三成法的人 乃罪毁谤他们 侮辱他们 人也受伤嘛 受损害 法也不得不得弘扬 因为这些个 那罗刹王 那婆罗门 有事的人 他没有为师啊 就破坏 佛法 三男子 一切过去未来 现在 祝佛四尊 龙三宝的总性 常灵不绝 要护辞佛法生三宝 是种子不断 这门 这门护辞佛法呢 舍叔出嫁 舍弃四尖 提出许法 背负驾赏 二者呢 三成除药 四生替等 相迎正法 这些个祝佛 跟这些大菩萨 想要些众生得利益 以大悲的力量 护辞这么两件事 是佛法三宝 永远不断绝 这些是个 这些个祝佛 菩萨 提出许法 披上驾赏 就献三宝的形象了 二者呢 三成除药 四生替等 相迎正法 等什么呢 等十一元法 十二元法 等六度法 就等 四生替 苦尽灭道 十二元元 六度旺行 这些个都叫相应正法 这些个都叫相应正法 因为有着法在 宗生能够学法 学法就能离苦得乐 重返入圣 就能断烦恼正不停 那么 这些个佛菩萨 说 回了 少龙三宝的总性 是他永远不断绝 是这个目的 出家的 去除许法 披着架擦的 不是讨饭吃的 为什么我说讨饭吃啊 因为脱波起始都是讨饭吃啊 不信三宝的 他把这个画园 脱波起始 跟那个叫花子一样看待呢 我经常跟我们道友讲 那人住小说啊 就跑江湖 那江湖是指和尚说的 指和尚说的 道说这么 乞讨画园 怎么中国叫跑江湖 和尚都是跑江湖的 什么含义呢 三江两湖 湖南湖北 江树浙江江西 只有三江两湖 就为这几省 这些佛法很上 就跑江湖的 后来这头口的叫花子 也叫跑江湖的 跟和尚差不多 跑江湖 但是这个中国 在印度没有啊 印度是造龙三宝 让三宝 永远行上 使佛的三宝的性 永远不断的 这样的出将 出将 出将目的是 注释三宝 提法演义啊 二者呢 是三层的法 是圣地 十二阴云 六度望横 这些相应法 是如来的 生教 从源于 声音 来教导 阳西众生 悟得 师生的礼 断见思惑 圣俄罗汉果 圆绝成的 有圆利 自生 因十二阴云 将十二阴云道理 菩萨成的 就大成的 六度万横 说六度是少的 后头加一个万行 六度包括的 一万的所有的行为 是吃法不断 在中国有时候断 断了又相续 大家看三五灭佛呀 所以 这两种事 就是 是佛 跟这些大菩萨 他们来护辞 护辞什么 护辞 升温 独觉 圆整大整 一切法 这已非 百先诺也多数 大凡天王 其天地死亡 是大洲 准人生亡 所能护辞 说这些都是 互法三神 他们护辞不了 佛不再来护辞 不是百千诺依托 就是无量的 大凡天 第四天 准人生亡 他们所能护辞 护辞 护辞 不断的 一位来自 吃佛斗 不断 释迦摩尼佛都说 他这个佛果斗 当然跟十里极乐世界不一样了 只是吃佛斗 释迦摩尼佛跟金刚帐不断说 我这个佛果斗 有的是那个 那王 查得利 战斗 罗王 多余 以无法出家的 护辞 啥的 他就找他们的过错 想起种种方法 找他们的过错 夺他们的支据 托他们的架桑 废令还俗 说这叫什么 法的姻缘 这一无法出家的 在 找他们过 没过 找过 与种种姻缘 喝 骂毁辱 回家鞭葬 回避牢狱 回夺资料 这种多支据是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和尚 很有房地惨 如果是 就说北京 我说北京吧 一个庙 占了京九八县土地 一个庙 他的土地啊 这八县 北京的周围的八县 都有他的土地 该没收啊 这都打地主老财了 那 斗争地主 反而是 南北的寺庙 有土地的 那不止寺庙了 所有一些人民 土地归公 土地归公 必然 以这种人缘 或者避牢狱啊 多资料啊 脱架沙呀 费令还俗 是他们做 在家 一些事业 我说这八县土地是 北京坛桌寺啊 大家如果是逛坛桌寺的 西山坛桌寺 看看他们的石头背 这都开头的石头背上的 哪一县有好多梁 哪一县有好多 交好多桌 事实啊 事实啊 如果你不要现在还有没有了 我以前都坛桌寺 坛桌寺那个石背上都有的 这个是不是该没收 要我和尚说 我说也该没收 印度没有啊 不过释迦摩就跟你说 怎么说 以下的呢 没有罪 给你夹上许多罪名 或者鞭打呀 避楼域呀 多资料啊 脱架杀就是普遍的了 费令还书 做主种的居家事业 那时候我们一般的有些寺庙 没做其他事业 还书了嘛 你个人干个的什么样 天的山国经寺 土地 和尚自己种 国经寺和尚自己种 有很多的和尚自己种的 那你去念佛干啥的 国家还是不管的 只要你不剥削国家就好了 不剥削 那个又供养式剥削 嗯 这是现实情况 末法的时候 也有散心的 还有吗 当然还有 还有 没有现信的 恢复的时候就没有了 嗯 找他什么过错呢 不劳而怀 什么事都不做 还有吃饭 还有穿衣服 在那个明朝的时候 直白大师 憨山大师 嗯 以前他们这个五代三那个龙门里头 那直白大师 憨山大师都住在那里了 嗯 那时候就开始了 直白大师是 死在监狱里头 憨山大师扁的广东 所以现在的南华寺啊 有憨山大师的右审 嗯 嗯 所以那些个 喇叭和尚 很多 我记得那个 我在广化广继社 佛学院 我看那个 翻那个 那个木料当中 突然翻着 八字头头的这些 他在那个法院寺里头啊 到北京的大公司 住在法院寺 他就把他的丝啊 八字头是 开成的木板 整套木板在那 我把他一块一块的对起来 哎 八字头头呀 既成蝉死 都天弄死的 而最近的现象 是现在过去了 未来还没有没有呢 不知道了 一定还有 为什么 咱们现在又恢复了 没有灭呀 将来还有 不晓得经过好多 灭了 灭了 新了 新了 灭了 三五灭佛 大家都可以看看历史吧 看佛教历史 啊 这个时候 查德里的詹陀罗王 于此 卑力 共同护辞的 我的甚深法 与三四祝佛菩萨 所护辞的 三层正法 障必隐瞒 不令留步 现代牧师圣士 现代牧师圣士 为什么 什么大量的印爽 佛经啊 印的很多 佛像的 同住的 自画的 自印的 乃至于雕刻的 玉字的 实印的 都有 现在是 行圣 佛法是 一灭一行 一行一灭 一灭一行 行行灭灭 灭灭行行 就是这样的来的 这个说 毁谤毁灭 诸佛菩萨 以大卑力 诸佛自大卑力量 护辞 令众生 文法得多 但是呢 在这末法的时候 那 那 那国王 他自己的遇刺 他自己的交谋 但是他有势力 以他的势力来毁灭 毁生 灭法 有 是大乘法器 为小力养 恭敬名誉 狂火四箭 遇此扎泪 自言我是大乘人 帮回入了点二乘政法 这一段呢 那人 那法 那势力 那是那个那的大乘宰官 有男有女 有佛的预言 他们遇此 自遇此 没有智慧 回家是 学过大乘法 也没学好 毁谤二乘 毁谤升温 或者学神功法 毁谤大乘 就互相毁谤 互相毁谤 但是他们的目的呢 是立养名文 不是真正的佛法 狂火四箭 遇此 但这是啊 法面的现象 这就是智慧 智慧 入世人等 遇此残取焦慢 嫉妒 坚令的姻缘 毁灭我的法眼 令属隐灭 第三十一祝福 犯大过罪 这一人犯的罪也可大了 在过去未来 现在祝福犯罪 也许一切三四祝福 祝菩萨 犯大罪 佛与三四声闻 犯大罪 不就等肢体废瘸 作为总统的重乐疾病 而亡 这是犯罚的 所干的国 今天将在了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立红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兴致未曾消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市集营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奶羊和小狼 在山林里生活着一对狼 春天的时候 母狼产下了一只小狼后 便因为大出血而失去了性命 如何将这只熬熬待补的小狼仔养大 成为了冷爸爸头疼的事情 可怜的孩子 你没有了妈妈要怎么活下去啊 哎 怎么办呢 如果没有奶喝的话 孩子会饿死的 不行 我一定要想个办法 小蝴蝶 小蝴蝶 你不要飞 等等我啊 我们一起玩耍啊 嘿嘿 看我现在快捉到你了 好可惜啊 差点就抓到它了 小羊崽子 啊 狼 快跑 今天你就是我的食物了 哈哈 妈妈 妈妈救命啊 宝贝 我的宝贝啊 你快回来啊 一只哺乳期的母羊 太棒了 我的猎物终于出现了 啊 狼 快跑 那只狼竟然一下子跳到了母羊的身上 他用两只前脚搂住母羊的脖颈 上半个身子骑在羊背上 两条后腿跟踏着地面 并咬着母羊的耳朵 控制着母羊朝山上的狼穴前去 啊 狼穴 看来我真的死定了 太棒了 看来 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 我的小孩 油奶可吃了 啊 狼 狼 哎呀 好痛啊 你 你要吃掉我吗 如果是平常 你哪里还能活到现在 我留你的信念 你就要乖乖听我的话 啊 听你的话 是的 你就负责照顾我的孩子 这是怎么回事 他 他吃的是我的奶 天啊 我怎么可以给狼喂奶啊 不行 我可不能给狼喂奶的 你如果不想成为我的食物 就乖乖听我的 否则 我立刻就将你咬死 这只狼很有管理俘虏的天赋 每天清晨 它都会把母羊押送到草地上 让其吃饱 而自己捕猎的时候 总会在洞口 放一些不满长长稻刺的荆棘 然后再撒一袍狼尿 不行 我要离开这里 小狼越来越大了 如果有一天它不再吃奶 那我可就没命了 但如果我走了之后 它一定会挨饿的 哎呀 我这是说什么 我怎么会可怜起狼崽子啊 不行 我得赶快离开这里才能保命 你这个家伙竟然还想逃跑 我今天就咬断你的腿 给你点教训 不要 不要啊 儿子 你这是做什么 天啊 怎么会这样 我的儿子竟然在保护那只羊啊 天啊 它在保护我 这只小狼竟然在保护我 我的儿子竟然会为了保护那只羊而朝我凶 它这是把那只羊当成自己的妈妈了 不行 再这样下去 它会变成一只狼不狼 羊不羊的怪物的 不行 我得让它赶快断奶 这只狼已经四天没有外出猎食了 它感到非常的饿 这只恶狼一步步的逼进洞口 洞穴里的母羊感觉到自己的生命马上就要走到尽头 这一阵子那只狼一直为它碎肉吃 看来我的死期马上就要到了 我的孩子已经不需要你了 那你就变成我的食物好了 阿苏 你发现什么了 看来真的有些情况 我必须要小心点的 是猎人和猎犬 可恶 它们怎么会在这时候出现啊 带着猎犬的猎人 我可敌不过它们啊 不好 如果让猎人看到洞里我的孩子的话 那它一定会把我的孩子打死的 不行 我要将猎人引走 以免它伤害我的孩子 狼 那里有一只狼 阿苏 快追上去 不行 我还要跑得再远一些 那样我的孩子才安全 好 我看你还能往哪里跑 猎人 猎人一定把那只恶狼打死了 太好了 我自由了 我自由了 不要走 不要走吗 你爸爸已经死掉了 我自由了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不要走 不要走吗 他太可怜了 不行 他的父亲已经死掉了 如果我再走掉的话 那他只有死路一条了 牡羊 毕竟哺乳过这只小狼 有一段时间了 不说建立了母子感情 起码还有那么几分友谊和亲密 更何况 他还只是一只小狼 从来就没有杀生过 牡羊这样想着 便再一次走到了小狼的身边 不要哭了 我不走了 我留下来陪你 小家伙 不过我们可不能再在这里待着了 你跟我走怎么样 好 好 到了那里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而且你不能再吃肉了 知道吗 好的 好的 然而 狼终究是狼 只要小狼跟在牡羊的身边 牡羊就没办法融入羊群 几个月后 小狼的荔齿长齐了 它已经长成了一头真正的狼 它已经长大了 我应该可以离开它了吧 真是奇怪 为什么一想到要离开它 我心里总是充满了不舍啊 可是带着它 我将没有办法回到羊群 真是伤脑筋啊 小家伙 你在那里干什么 啊 小家伙 你 你怎么会捕猎野兔 太可怕 太可怕了 狼 它终究是一只狼 喂奶的时候 它需要我 现在 它已经不需要喝奶了 早晚 也会像它父亲一样 想要吃掉我 不行 我要赶快离开这里 就这样 牡羊回到了羊群 转眼间 一段时间过去了 这一年的秋天 就在牡羊所在的羊群 为了食物朝森林深处走去时 遇到了狼群 狼 快跑啊 那里有狼 快逃啊 要是跑慢了 可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糟糕 看来今天我是死定了 救命啊 不要吃我 你跑不掉的 不用怕 我来保护你了 还不快走吗 如果真的不走 我就要好好教训你一顿的 今天算你走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你安全了 不用担心有危险了 啊 难道是你 我从小喂大的小家伙 原来狼也是有感情的 若不是我之前照顾过他 我今天就已经被其他的狼给吃掉了 小狼 谢谢你救了我